大家好 现在天气慢慢下降 很多花油可能都会给自己的兰花分株分苗 那么我们给兰花分苗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小细节 避免兰花分出来的苗出现炉头受酸 然后出现腐烂 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要分下来的苗 给它轻轻晃动 就像我这一棵苗 这个苗它是一棵老苗 而且它这个里面的叶片已经是枯萎掉了 那么它不会长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给它分掉 不要给它在这里浪费营养 先左右晃动 然后轻轻一掰 如果掰不动的话 我们可以用剪刀直接对准连接点 把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如果不处理 很容易感染一些细菌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直接用这个蚊香给它烧一烧 让它这个伤口快速的结痂 同时有一些蚊香灰在这里 也可以预防一些续菌打氧 这样子给它烫一下 给这个伤口干了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把一些烂根给它修剪掉 还有一些空根给它修剪掉 像这种掉根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修剪掉 如果说根少的话 这种掉根我们可以保留 因为这种掉根它还可以输送一些养分的 那么像我这颗根系这么强壮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留那么长的根系 可以直接把它剪掉一半 只保留大概有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长 然后这个伤口 我们直接用打火器给它烧一下 让它快速的结痂 这样的话这个伤口就不会被续菌感染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它放到用戴森猛心 对好的溶液中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 因为我们把这个兰花的根系做修剪之后 它会很容易感染一些续菌 同时把这些根给它清理一下 最好是用一个牙刷给它刷一刷 让它保持干净 那么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我们再给它上盆 就不担心它这个兰花会出现烂根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